我父亲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没有任何肝的问题 没有任何肾的问题 在椅子上阳光大男孩的模样 他是保龄茶室风波当中 受力死亡个案 三十九岁的女性男子奏事 任职的公司隔天发内部信件 读下去的内容写下 以非常沉痛的心情通知同事们 去年十月死者加入公司团队 很快的成为团队中 备受爱戴的好朋友好同事 大家会非常怀念他 也将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他的家人 离心整个案发时间 二十二号中午 女性男子跟女同事到保龄茶室用餐 吃了龜条 香兰液 饮料 晚上出现身体不适 隔天下午到三重的医院治疗 当天晚上返家 二十四号二度叫救护车 当天下午宣告不治 从用餐到死亡不到七十二小时 他从小我们就认识 他搬来很久了 他们算都很有礼貌 我们背后都说有礼貌的小孩 因为他很乖 他从小就很乖 也很上进 后来他也是台大EMBA的措施毕业 邻居得知消息后震惊也不舍 女性死者被朋友称为行销鬼才 台大经济系毕业之后 攻读政大EMBA 曾任职多家证券投过公司 去年才到新衣区的公司上班 事发后朋友发文表达不舍 也有同事透露 保龄茶室离公司不远 大家常去用餐 到餐厅用餐却中毒夺命 检方原理下个月要香烟遗体 也提早到28号进行 毕竟一连串传出恶后 多人用餐后死亡 住院一定要找出原因 来向家属交代